丹宝利发出好面始于1985 本栏目由丹宝利冠名播出 发面美食离不开酵母帮忙 水温可是决定酵母成效的关键 如果温度高就会烫死 温度低它就影响它启发 想提高酵母活性让发面更快 大厨有何高招 酵母有个特性 它有糖的养分 就比较活性比较好 面食原料常有高筋粉和低筋粉之分 您知道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吗 如果高筋粉的话就比较硬 低筋粉比较脆 一样是给光头包做造型 为什么大师做的更灵动好看呢 因为它皮会启发的 那形格就不那么好 如果是定型了之后再剪 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本期节目为您带来 清甜润滑又经典的顺德轮较高 和形态逼真的莲蓉刺猬包 想学正宗广式面点 这边做过本期节目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 由始于1985年的 丹保利教母冠名播出的 丹保利面香园 我是大嘴 今天这期节目里面 我们要教您做的是广东面点 那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 说食在广州 味在顺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广东当地 其实不光广州有很多好吃的 在顺德 包括在珠海等等 每个地儿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 那面点不同的地方 也有自己当地的风味 那今天我们节目里面 要教您做的这一道广东的面点 是顺德的轮椒膏 这种轮椒膏啊 口感非常的细腻 它跟松膏跟麻辣膏 那又不尽相同 那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出的顺德轮椒膏 这顺德轮椒膏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又长什么样呢 今天节目里面 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地分享这一款面点了 那既然说到要做广东的面点 我们就要请来一位 来自广东的面点大师 那它是广州酒家的点心总厨 欢迎李志诚李大师 欢迎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李老师你好 李志诚 广州酒家集团面点总厨 中式面点高级技师 广州技术能手 全国技术能手 有着30年广式点心制作经验的李老师 将在节目中传授给您 广式面点的制作工艺和制作诀窍 从颜值到内在 看李老师如何将新式创意面点 和经典传统面点完美融合 您是广东哪里人 广东的广州人 广州人 对 那顺德和广州离得太近了 对对对 就30公里左右 对吧 没错 一般的话呢 在这个顺德当地的很多面点 跟广州和跟别的地 也会有不一样的 对吧 对 那咱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一道在广东当地 颇有人气的轮轿高 制作顺德轮轿高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粘米粉250克 白糖200克 清水350克 酵母5克 泡打粉5克 蛋白一个 第一就是粘米粉 也就是是年糯米 对吗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一种香米磨成的粉 香米粉 对对对 香米磨成的粉 香米粉 对 香米就是咱们所说的 泰国香米吗 对对对 那这种粉 它是一种米粉 它好在哪里呢 好在它做的时候 是比较爽滑 嗯哼 这第一步要干嘛呢 那首先把那个 那个粘米粉 嗯 放在锅子里 好 这里是250克 250克 已经没标准了 对对对 粘米粉 好 然后加 适量的清水 250克左右的这个 香米粉 再加200克左右 首先呢 把它熬一下 为什么呢 它就好像做成我们以前剩的米浆那样 然后第二步就把那个糖 放在锅里 这要干嘛呀 就煮糖水 哦 这要熬糖水了 对对对 就是出来一个糖浆是吧 对 150克的水 嗯哼 然后放在那个锅里 这个水就用来煮开它 准备烫那个米浆了 一会儿要烫面 好 这里开始熬糖水了 对对对 首先把那个糖 搞动一下 对 以防它粘底 有要求啊 比如说棉白糖啊 包括砂糖 棉白糖就可以了 棉白糖 对对对 是基础的 是吧 好 好 那咱们现在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把这个水呢 和我们这个香米粉完美地融合 好像剩的那个米浆那样感觉 哦 这很干耶 你确定是可以吗大师 可以 特别干 就是要干 就要干 然后就把那个糖水 装在里面 要烫面了 对 把它烫熟 烫那个浆 哦 这烫面 最主要是把它烫熟 哦 这是用这个糖水来烫是吧 对啊 就把它烫熟 就成一种挂浆的感觉 挂不得这个轮椒糕吃起来都甜甜的 对吧 是啊 其实大师我问一下 您在烫的时候 等于是说整个这个水的比例 其实比例还蛮大的 对不对 是啊 要把它烫成浆 烫成那个糊状 这样逐次添加 把它烫成里浆 好 大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叫轮椒糕呢 跟方言有关吗 不是 因为它是轮椒特殊的一种糕 因为是轮椒糕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是轮椒人发明的 然后人们就把这个糕点呢 以这个 地名 线名来 对对对 对吧 烫成是好像有点挂脏的感觉 我感觉很稀 稀的呢 它有一点粘稠粘稠的感觉 就是它不是纯的那种像水一样 还是有一点点稀 但是有一点质感的 对对对 好 就把这个浆 现在是比较 大概有60多度 就是感觉 把它降到20度 就可以把那个酵母放下去 这个很关键 对 我知道大师今天用这个酵母 其实酵母是有温度的要求的 对 它基本上 酵母的温度是20到28度 不然的话它可能就被杀死了 对 如果温度高就会烫死 温度低 它就影响它启发 我明白这个意思 理解 好了 那我们就等一下 对 等一等 就是拿下来 拿下来就可以把那酵母放在里面 好了 好了 现在的酵已经降到28度了 摸起来不热了 不热了 就首先把那个酵母 就放在那个空盘子里面 今天你用的是 依旧担保力的高活性干酵母 对不对 对 没错 这个酵母对这一道面点的成功与否 会有决定性的作用吗 是啊 因为这个酵母如果好的话 它比蒸起来的轮酵高就比较稳定 而且呢 掌握得比较快 哦 那如果酵母活力不足的话 肯定它也发不起来 对 而且呢 蒸起来的轮酵高呢 比较是 不会松软 哦 理解 所以说一般一个大师做面点的话 他又是 比如说用自己不熟悉的酵母 他肯定是不同意的 是吧 那是啊 最好是找稳定的品质好 酵母 然后呢 就是慢慢加进那个酵母里 边加边搅 不能加得太快 因为如果太快的话 那就冲开它 就不如均匀分在那个浆里面 理解理解理解 您在搅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是不停的 是啊 有必要不停吗 大师 是啊 因为一想那个酵母 能够均匀地分布 那个米浆里面 那肯定要把它搅匀 不然它指定就只是沉底 对吧 沉底或者分布在某一个地方 就不均匀 不均匀 那就不可能是摇起来 摇起来不是 摇起来到高就不够松化了 理解理解 好嘞 来 那咱们这边呢 就算是把酵母和我们今天的 这个米浆完美地融在一起了 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就把保鲜纸封好它 好 等待它发10到10个小时 那我们要等等看 等它12个小时之后才行 对 10到12个小时 好 现在我们发酵了10个小时的米浆呢 可以正式的进行下面的步骤咯 来来来 那老师我发现咱今天这个米浆发酵好之后 已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气泡了 对 因为它发酵时间长了 它很有这个效果 对呀 嗯 大家可以看看 好 那首先呢 把这个已经发酵了那个米浆 搅拌一下 继续搅 对 搅拌了均匀一下 稍微有一点微微的酸味 我觉得发酵肉肯定有酸味 对 有米浆的酸味 是是是 然后呢 就是把那个泡达粉 泡达粉 和那个米浆的这个液体里面了 对 没错 看起来不错 嗯 你看看呢 那个高体已经浮起来了吧 对呀 有浮起来的迹象 对对对 确实有 然后呢 就把那个蛋清 也加上去 蛋清的作用就是 等那个 那个轮较高 更加爽滑 哦 增加口感的也是 还有更加白 嗯 更白一点 对 大家看到 其实这里面已经加了泡达粉 已经加了这个蛋清了 嗯 所以说其实这里面的一个质地 应该是一会儿出来的感觉 就比较爽 比较爽 比较爽 比较松软 对 这个要搅多长时间呢 把它搅得均匀了 就那个原材料充分 充分运合了 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 对了 就放在那个锅子里 最主要的方法是 把那个方格里垫在那个布子 对 透气 如果家庭没有这个方格了 可以用那个蒸笼代替 哦 就是说你自己来选择 是吧 最主要的下面呢 要松 不要密 就把那个高体蒸起来 就要松远一点点 哦 OK 下面不要把它封好 是 也就是说底下不是彻底的这个封闭的 里面是透气的 底下 对 但不能漏出去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把它将 慢慢的倒进里面 好 大概1公分吧 1到1.5公分 你就是说不是给它灌盲吗 不是 好了 够了 这就够了 嗯 然后就放在棕锅里 好 来 就是给它留去余地对吧 对对对 那李老师问一下您 那现在放在里面 我们就直接开火去蒸就行了 是 没错 那需要蒸多久呢 大概6分钟吧 6分钟 对 那我们也别急 6分钟之后呢 咱就尝尝来自于顺德的轮轿糕 正好呢 刚才过去了6分钟的时间 对不对 对 现在你确定可以了 可以了 来 李老师我们看一看 哇 这么细腻 这么白啊 对啊 好漂亮的 看起来 像雪一样 像汁一样 对吧 感觉 对 嗯 也有一些那个淡淡的香味 这种香味呢 是米香 哇 你看那个孔隙大家看 嗯 怎么样 很细腻 很细腻 非常非常的细腻 嗯 来吧 大师 好 哇 这个糕看起来真是棒哦 怎么样 这是米糕了 米糕 大家看 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吧 对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好的轮胶膏 它怎么能够通过几个特征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呢 首先在表面上看吧 轮胶膏 现在表面上是比较白 是 白 松远度比较好 我摸一下 你看它有弹性是吧 嗯 还有一样呢 看看 表面的孔隙 就比较 孔的比较多 就非常多 是 是 是 切起来就比较松远 哦 而且呢 就比较润滑 是 孔的比较幼细 大家看 这个侧面就感觉到是吧 嗯 老师 我可以趁热尝尝吗 可以啊 那你也尝尝一起一起 最好是稍微冷一下 吃起来就比较爽 OK 那我先尝着热的 热的效果 然后是冷的效果 嗯 就是这个味好吃 这有那个米经过发酵之后 那种幽幽的发酵的香味 对 非常的有值得回味的感觉 没错 嗯 好吃好吃 而且入嘴巴的时候 它那个孔呢 因为比较细 对 比较均匀 也正是得源于 咱们现在用的酵母 它发酵的效果比较好 对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感觉 就更加的蓬松的感觉 蓬松 而且有米的香味 特别细腻的米的口感 对 很不一样的哦 嗯 独具风味的顺德轮较高 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第一步 沾米粉中加入150克清水 拌成干面团待用 第二步 白糖加入200克清水 煮成糖水 逐步加入面团中 沖成半生熟姜 搅拌均匀 放凉至20度 再加入酵母 发酵10至12小时 第三步 将发酵过的米浆加入泡打粉搅拌均匀 放入铺有龙部的方盒中 蒸制10分钟 改刀后就可以品尝软韧带爽 清甜润滑的轮较高了 来吧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今天我们教您做的第一道 广东的名点 顺德轮较高 那马上呢 我们要请李大师给大家做第二道 那第二道会做什么呢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让您值得信赖的 丹宝丽酵母冠名播出的 丹宝丽面香园 我是大紫围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教您做 广东当地的点心 下面做的这一道广东点心 也是一道象形点心 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小刺猬一样 活泼可爱 咬开之后发现 里面是莲蓉馅的那种香甜的口味呢 一吃就让人上瘾了 那今天我们要请上次的是 广州酒家集团的点心总助理 志诚李大师教我们做莲蓉包 欢迎李老师 欢迎 大家好 李老师你看 这个刺猬的莲蓉包 一定是有莲蓉包 早期光头造型演变来的 对 没错 这个想出来刺猬的造型 听说其实不难 关键是你有没有想象力 对 一个想象力 一个能够多多 能够把刺猬造型做得许许生动 一定要出来刺猬的感觉 不能做一个不三不四的小动物 对不对 对 没错 来吧 那今天我们就好好地研究一下 究竟找出来这个可爱的造型 制作莲蓉蓉刺猬包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低筋粉250克 白糖50克 莲蓉50克 牛奶25克 清水100克 泡打粉5克 酵母2.5克 黑芝麻和蛋白少许 第一个就是低筋粉 低筋粉 高筋的不行 高筋不行 为啥呢 因为低筋粉是做面团 水包的主要的原材料 也就是说用低筋粉 它才能够最好的口感 对 它口感会有区别吗 比如说跟高筋粉比较的话 它就比较 如果高筋粉的话就比较硬 低筋粉比较脆滑 这个会比较脆滑 那我能理解 高筋粉摇起来就是死的感觉 对 这个可能更软 更松软 更松软 更白 那这个是低筋粉 那其他的呢 还需要什么 低筋粉放在锅里面 然后把泡打粉 泡打粉也需要 对 就是放在里面 然后再过筛 这为什么要过筛呢 因为使泡打粉 能够均匀地分布在那个粉里面 然后呢就开锅 开锅 对 好 我们的俗语叫做开锅 就把那个粉开成锅形 然后就把其他的原材料 放在里面 是 糖 对 这个白糖用这么多的量吗 是啊 250克的面粉 然后配上50克的糖 然后呢 其实比例很多的 还有一个是香母 用的是担保率的高口性的酵 担保率高口性的香母 我在想啊大师 这个酵母咱用多少量 比较方便一点 基本上500克 500克 放5克 我看你要把酵母和糖 放在一起吗 这是 对 因为香母有个特性 它有糖的养分 就比较活性比较好 也就是说它必须跟糖在一起相遇 才能够让它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 没错 哦 因为香母也是一个活性 是 有糖 还有那个牛奶 做养分 牛奶是 它的启发的作用就比较好 所以你看大师在做的时候呢 他是把糖啊 牛奶啊 和酵母 和在一起 然后呢就和面 先让酵母吃饱 然后再让面 再跟酵母相遇 这样酵母已经开始苏醒了之后的话 那再遇到面的时候 那想想就能明白 他就开始发挥 作为发挥的一定是特别好的 对吧 对 那就把那个糖 首先就和融那个糖先 你看大师在做的过程当中 他是用手来揉的 对吧 对 没错 揉 然后呢慢慢的 慢慢的把那个糖擦融 慢慢就是把那个粉 和在锅的中间 哦 明白明白明白 而且大师你是不是也在用手 让那个糖简单的化一下 对 把那个糖融化 把那个酵母那个活性更加唤醒 哎 这个能理解 就是我这需要加点水 对 老师你有没有算过 比如说面粉再加牛奶 在这个面粉当中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 基本上就是那个奶 就占百分之十吧 500克 500克 50克的牛奶吗 对 200克的水 200克水 其实就占一半了 你就是说 一体占一半 那我看你在操作过程当中 正是在搓是吧 对 真好 你看大师这个在搓的过程当中 我能想象到 现在酵母其实已经在跟那个面 面团了 对 发生作用 发生作用 分不均匀 然后就是把那个酵母 更好的苦力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面团和好了 和好了 而且那个纯度也比较好了 我发现其实这个和好的面啊 怎么才能证明它是OK的 但是你是有这个自己的把关的 对不对 对啊 什么样的迹象呢 看出来那个面团 比较纯滑 纯滑 对 而且呢 比较松软 能感觉到 是吧 松松的 就把它一下 我需要给它敷上保鲜膜吗 要 OK 也就是所谓的醒了 对吧 对 醒发 好 给它包起来 对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放在一边 为什么要用保鲜膜呢 就预防它表面风干 首先把它 封好它 就预防风干 松弛一段时间 就可以制作 这方便很多 以前老妈都是放一块 那个湿的替布 对吧 对 没错 给它放在那个盘里 那现在用保鲜膜 比较好干净了 来吧 那现在这个皮儿 咱需要醒多久呢 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 那咱的酵 我看今天 您准备的是一个 莲蓉的馅料 对 这个是市场买的 现成的 这个是我们选用的 广州酒家 利口福的莲蓉 那个效果 比外面的好很多 这个莲蓉 为什么要成正宗呢 因为它是用商量纸做的 而且比的口感比较好 外面的莲蓉 不是纯正的商量做的 理解 理解 所以让大家知道 广州酒家点心 为什么那个好吃 对 除了大师的记忆之外 还有那个原料 特别重要 来我们把面团醒发一下 一共十分钟之后 看看大师该怎么操作下面的步骤 你看现在这个面团 应该算差不多了 对吧 比这已经醒发比较好了 这是第一次请发 大伙看一下 就明显松弛了很多 对 大家看 现在用手去碰住它 你发现它里面很舒展了 对 没那么的僵硬 对 然后就把它再敷一下 把它再敷一下 就是油一下 再揉 对 这次为什么还要再揉呢 油一下就 使它的面团更加松软 让它更松软 对 因为它是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 也就是说 这次我们让它再揉一揉 然后再一次醒发 对 然后就摆在那里 也就是这次的时候 是让它正式的去发酵了 对吗 对 然后就把它粘容 分了体下 好 今天我们做几颗呢 八颗吧 八颗 好嘞 那我们就给它分体八颗 好 八颗两种下 你看啊 今天我们这边呢 其实大师走一师给这个面团的下鸡子 是吧 对 把它分的体现 然后才包 好嘞 老师 嗯 没事 把它做 好嘞 来 这个包起来 那咱现在又开始准备去造型了对吗 对 包了个包子 这直接团就行了 对 好 这边我们在包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能想象到 今天我们做刺猬联容包 其实刺猬豆沙包也可以 可以啊 是吧 刺猬奶黄包也可以 奶黄包也可以 对 只要是包成圆形 然后再造型就可以了 如果是说今天我们做这个不是刺猬造型 现在就可以直接放锅里面去准备发酵了 对吧 对 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用那个掌心把它压 压的时候是也是边皮薄 中间厚 也就是说你压的时候 你掌握一下力度对不对 对 在中间的位置不要死压 让两边的时候呢 能够相对薄一点就最好了 那现在就开始造型了 哎 老师我这边呢已经把呢 今天的笼屉给你准备好了 造型之后直接放笼屉里面 好不好 对 那怎么出来刺猬呢 把这个捏一下 捏一下 捏一下 手捏 对 捏一下尖的形状之后 然后就把它搓再这样搓 这样让它那个尖的位置别那么 哦 突然一个扁的 不是好像一个水滴 这样的水滴型 对吧 把它粘在一起 是是是 这个也是如此的 你看大师在手中捏的时候 其实这个力度啊 有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感觉 也是一种熟练 也是比较均匀吧 对 用力要均匀一点点 哎 也就是相对来讲 你在揉搓的过程当中 其实 我才感觉到 嗯 其实呢 是一种感觉 就不能下那个死的力量 对吧 对 要用活的力吧 哦 就是把它 为什么这时候不直接把它剪出来 刺猬造型呢 呃 那个如果剪出来的话 因为它皮会起发的 是 那形格就不那么好 哦 也就是说 如果是定型了之后再剪呢 那个效果是最好的 一会儿等它全发酵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剪那个刺猬的刺 对吗 对 就是那个效果就更加好 OK 好 这准备醒的话需要醒发多久呢 呃 这个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也不要启发太长时间 因为它剪的刺 如果启发太久的话呢 它里面要松 剪出来刺了就容易塌下去 哎 那个刺的话呢 看来就没那么的锋利了 对吧 对了 这个就可以 现在可以照了行了 再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就可以蒸 那我们就等等看好不好 好 现在呢等它一个半小时左右 到两个小时之间 这样一个时间 让它彻底发酵好了之后 我们再告诉你 怎么才能够把刺给剪出来 好 哎呦 这个醒完之后明显比刚才膨胀了一圈 对啊 已经把它醒发好了 这就可以放在锅里面蒸了 现在蒸啊 对 可什么时候去剪那个刺猬呢 蒸好之后 稍微冷冻一下 才去剪 熟了之后再去给它做造型 对没错 OK 来吧 那这个需要蒸多长时间 也是八分钟吧 八分钟时间 对 好嘞 来吧 那我们现在就盖上锅盖 蒸它八分钟时间 我们现在从头到尾一直好奇 这刺猬联绒包 没出来刺猬造型 那就不叫刺猬联绒包 可这刺猬造型 那刺猬型 究竟该怎么出呢 一会儿 蒸完八分钟 对 我们给您一探究竟 时间到 好 八分钟的时间 哇 现在这个小刺猬 您还别说 真的是感觉很饱满的一个身体 如果是刚才那种呢 没蒸出来感觉还是瘦瘦的一个小刺猬 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小胖子的感觉了 对吧 非常可爱 要稍微冷冻一下 就是凉一下呗 对 就可以造型了 您看 这个发得好的话表面特别的光滑 而且非常的细致 看起来 对 没错 而且它比较丰满一点点 那其实咱们拿过来 现在已经开始摸起来没那么烫了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吗 可以了 首先把那个纸稍微捏一下 是 然后老板特技的剪刀 小剪刀 对 少剪刀之后 就从前部开始 剪一下 哦 这就出来刺 对 然后就接着剪一下 挑一下 排列的 对 均匀的排列好 好可爱 这个刺猬确实有刺了 这看起来才像刺猬对不对 而且大师在剪的 有意让刺呢 往上支的细一点 对 稍微挑一挑 它的刺更加竖起来 是是是 这样小朋友如果吃这样的点心 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的 对不对 特别的喜爱 对呀 不仅满足那个吃的喜欢 而且视角也比较好 一看就是 是吧 多找人喜欢呢 对 来 再把它都剪出来 但是这个刺猬 算是身体已经剪好了 对不对 对 还要装那个眼睛 眼睛 眼睛什么呢 用黑芝麻 黑芝麻也对 是吧 对 蛋白 粘在那个包子上面 是是 然后粘一下那个眼睛 哇 太可爱了 那就比较喜爱的 太可爱 就可以做出来了 你看看 这就是一个刺猬的造型 对不对 养开之后里面呢 是莲蓉的一个馅锡 全部剪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上桌品尝了 对吧 还要回热一下 还要再回热 对 因为那个蛋白还是生的 一会再回热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呢 三分钟就可以了 三分钟 灵动可爱的莲蓉蓉刺猬包 制作起来并不麻烦 第一步 滴筋粉 泡打粉 一同过筛 放入白糖 酵母拌匀 加入牛奶 清水搓成面团 醒发十分钟 第二步 面团搓条下季 包入莲蓉馅 搓成刺猬型 放入笼屁 静置两小时 第三步 发好的面胚 放入蒸锅 蒸制八分钟 用剪刀剪出刺猬的外形 黏上眼睛就可以了 如果想丰富莲蓉包的口感 入锅炸制一遍 香甜松脆的莲蓉刺猬包 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这看得出来 广东人做面点 其实要需要一点细腻的情怀的 还有要比较专业 对 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确实 需要一点想象力 也需要一点 对食物那种很细心的态度 才能出来这样好吃的面点 那美食当前 咱们是不是现在 应该一起品味一下呢 可以啊 来吧 那我吃这个 太诱人了 对 不好意思啊 小刺猬 要吃掉你了 你那个是比较松痒 特别甜 特别的细腻 我那个是外脆 内缘 大伙看啊 这个面前发酵的多好 它发酵的里面那个孔季都又密集又小 而且管家排列起来非常的整齐 对 而且呢 比较绵软 绵软 对 那个炸的应该是外面酥里面是软的 外脆 内缘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嗯 馅也不错 嗯 莲蓉的莲子味 很浓郁的 嗯 你可以猜到这样的方法 对 来做光头的连绵包 对 也不错 做了连绵包 嗯 熟悉的才做吃味包 哎 真是需要慢慢慢慢 自己的经验 才能练到这样的记忆 嗯 没错 再一次感谢今天我们大师的精彩创作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啊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能够去广州酒家去用餐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点这个吃味连绵包 整保让你不会失望 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创作 谢谢 好 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咯 拜拜